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最近突然发现滔滔似乎消失在了大家的视野里 感到很好奇 现在才知道原来滔滔是制定了新的长久的健身计划 所以把时间都花在了健身房里 所以说露面的时间自然是变得少了许多 但是在这可以健身为一种特殊的新型潮流的年代 可以对自己的体型多投入一些精力 也可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 连普通人都把自己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健身上 更不要提想滔滔这样 需要面对镜头以及公众的艺人了 现在的滔滔很喜欢玩车 所以名下也有很多不让人羡慕的豪华的车 很多人因此会以为他是富二代 但是其实他所拥有的一切 一直都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去得来的 从来没有靠过家里的帮助 他的家庭也算是比较宽裕的 但是即使生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他也没有养成任何角柔造作或者任性的习惯 他一直都很独立 在15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外打工作兼职赚钱了 赚到的钱他也没有拿去造作 而是给自己的家人们买了礼物 是一个很懂事的好男孩子 虽然说他那个时期最喜欢从来都不是跟艺术有关的任何事情 但是他最后还是走上了这条艺术之路 他之前一直对武术都有不一样的兴趣 也自己报名过不少很不错的武术比赛 但是最终出于自己后来接受了多方面不同的训练的缘故 他最后还是慢慢把自己的重心放在了艺术上面 还参加了一个节目的全国海选 现场就因为自己的卓越的外的条件以及天赋 吸引了一位公司的心态 还跟他进行了签约 他也正式成为了一名练习生 为了可以让不够专业的自己可以快速得到更快的进步 他在艰苦的练习生生活中把自己可以说是逼迫到了极点 每天大量的练习生的统一的练习结束之后 他还要继续给自己制定新的任务计划 逼迫自己再把每天学的知识重新练习几遍 或许正是在他的这份坚持之下 所以他才可以进步得比同级的所有练习生都快 而且对自己的观力也算是最良格的 这段长达一年的练习生经历 让他从一个一无所知的少年成长 为了一个能歌战舞的演艺人 后来他经历了组合出道 出席国家族巡回演唱会 跟无数歌唱界里的艺人前辈们合作过 还在圈内认识了很多知友 发展得很顺利 也录了很多节目 虽然说人气很不错 但是他是一直都很拼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为了更好的工作 他的腰部救伤复发过很多次 而且在录制综艺节目的时候也受过伤 但是这些对于他来说 都算是一些不值一提的小事罢了 因为他实在是太想要实现自我突破 给那些喜欢自己的人一个好交代了 现在的他开始投入资金 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公司 摇身一边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做起了老板 这样拼命地老板相信 一定会有一个很成功的公司 而且是把达男太阳 感谢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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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默